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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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新宗大学有一点非常特别的顺慧眼光会 眼光的主题合作世界三集 世界三集 表面上 虎权像是一点在介绍夹底风景的工作 不过 实际上 这是主缸者 为她有情的朋友和教育 特别来精心设计的一段演讲话动 不过 是要鼓励她有情的朋友 可以走出黑暗 影响共鸣 第一次来记到李宗盛当宿定位的英雄 感觉她是一位公园少年大 真爱唱歌 个性开朗 也就有吃拼口的老家人 她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創意 专门在经销 生学和科学所用的教科书 也有参考书 在台南当地上当的出名 不像集团里面 总共有四金公司 六十名完工 数学经营到上当的出色 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創意者 也是一个很爱四个出头的流行家 全世界195个国家 已经起过中间一半 其中也有包括一般人 无知了解的世界三集 世界三集 也就是南极北极各世众 只是 很多人不知了 这样一个世界早逃逃 像我们车变开的老家人 在十几天前 竟然是一个地道 当地游户情 陷陷阻塞的欢价 今天 南极共乡人家 就要带大家好好来实施 这位 驾出当地游户 背景世界高峰的勇者 它就是 浩高刺客集团的当事长 林明正先生 他就是一种很热情的 冒险泛滥精神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活得非常精彩的人 他敢去跟人家证明 他是忧郁症 他走出来了 这个特质是很特别 民国五十年处的林明正 是在高峰出席 他在做民情 就到达出版街 因为认真打拼 同时有很好的业务头脑 所以在退估以后 出版社的头戚 特别配一台公司车 让他对高峰来到台南 开拼市场 很近就在进入街 踏出一片天 后来 林明正自己創意 成立好够刺客 踏拼自己的天下 加乡加拼的林明正 把他一手奔演出来 业务兵团 一般一家人 用心经营 好好够刺客 在台南 渐渐行为 经销 生产和科技用车 规模最大的出版社 想不到 主宅思习当成功的时候 因为国家政策的专业 所以让林明正 生收到 情缩未有的压力 那时候就是 我的书业 我做生儿子 我都做学校 补习班为主 那时候就是 我以前都叫做国立便利管版 就是国家出课本 他课本由国家出 之后就是 民间的出版社 也参考出讲义测验券 所以以前都是用国立便利管的版本 所以大家 因为国立便利管版本 是属于国家的版权 所以国家的版权 我们有缺水 全民都可以共用 现在要改做民间版本 就是课本要改成民间版本 那就 民间版本有法 你就不能给它用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 恐怕就没有办法 像我之前的事业做得还蛮平顺的 这个平顺恐怕就会 这个会被打破 打破之后 我公司好不容易 我已经生存了十六七年 那个时候 我的原工是十六个嘛 那时候 我想说 这些原工都对我很久 想说 最久有对十六七年 就对我 创业都对我 原来我这样来 我这些原工 我这间公司可能就没办法 就继续成存 那我的生存 压力 等于生存或者 商业上竞争的压力 我就突然间加强很多嘛 加强很多之后 就是当然 我就 发病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他工作上的压力 让你民情 一步一步 打入有的沉烟 人生对菜式 变成黑暗 生命的会 仅仅在发起 他说 帝到有情的痛苦 不是一般正常人 有材料退会 我那时候 刚好四十岁而已 帝到我等候 这时候 我那时候 卡手 屁屁屁 我要跟各位说 我没有吃毒 我也没有喝酒 我没有可能身体的 手脚不自觉的颤抖 卡手 自己屁屁屁 人家不需要记忆人 就是拒绝交际 不需要跟人们说话 要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人家窗帘一定要挽起来 自己缩在房间的角落 那最严重的时候 说起来 各位可能是因为我说很夸张 但是属于 我们穿起来 空气是苦的 你知道吗 那时候 我有感觉空气真的苦的 喝茶啦 会没味道嘛 那时候 发病的我 苦的 随时啦 那叫做 用英语讲叫做any time 就是饮喝时间啦 空气是苦的 喝茶是苦的 那吃饭喔 最多 最多差不多两嘴 没有到三嘴 饭粒 算饭粒吃的 我应该吃不到一百粒吧 那来厌碎 你知道吗 厌碎跟什么种程度 那时候 我差不多连续帅没到三口 连续帅我每天的喔 我一天睡着都没有三点钟 我那时候身体暴瘦 15公斤 买到10公斤 现在变成厚啦 你如果看那个厚啦 那个厚 随时啦 就感觉说 人家感觉说 哇 这很没意思啦 所以那时候对我自己也好 对白人也好 对天 对地 对心灵 对人和的事情 我们是热烤的 热烤啦 我们有在看电视 有一个烤烤的功效 当别人的人生是彩色的时候 有冠白的人 人生是黑白的 我们优胃症的人 尤其像我这 重度优胃症的人 是没有主意说黑白的 喊黑白就没有啦 黑暗的啦 没有路啦 你也不知道你说什么话 你也没有影响到看 是黑暗的 所以我要跟你说 我是全忙啦 哇 这很痛苦 那时候我人生在家里 五岐 人生拉苦海 我在痛苦当中的灵民情 遇到不少的 当多有情的朋友 同样 申请了 组合了断的生活 今后 仅仅有两次 组织的结尾 好感知 最后 都没成功 就在人生 上去黑暗的时候 黎民情 遇到她的救命 文林 这位医生 所有的药 让黎民情 在发病以后 第一次享受到 困难的主意 我用三个医生 第一个医生 吃药不好 第二个又吃不好 我到第三个吃药 开始让我的困难 好 我好像睡到第一天第二天 都睡八点钟 八点钟 还是十点钟 到第三天 睡完八点钟十点钟 起来 好 连刷三天補回来 吃药 我感觉我 睡得很飽 你就有精神 你知道吗 你就看我 我现在比较快 比较快的日子 这位 和黎民情的困难改善 病情渐渐变好的医生 就是台南 相当有名的精神科医师 所存人所医师 印象很深刻是在 九十年的二月 那她是出诊 她是太太陪来 当时是太太勉强她来 她不想看诊 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没有希望了 甚至她质疑说 治疗也不会有效 因为她已经痛苦那么久 努力尝试很多方法 而且也到处看诊 那她没有办法战胜 忧郁症 而且是重度 她只觉得她是重度的 她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 她觉得看诊也是多余 反正她回家后 就会想办法自杀 当时我就吓一跳说 一个出诊 我都还没有机会 那她就要自杀 那我当然就会很小心 我跟她说明一下 其实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你出诊 当来要给我机会 那我呢 对你的状况呢 你这样 我已经了解了 那么医学上 可以的 可以的 你要相信我 然后呢 她后来是 也是做最后的一个相信 相信 回上看精神科的一些过程 其实 一开始 你面前 不是那样的愿意 后来是因为 精神科的另外一种工法 才让她愿意来接受 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很相信 专业 因为后来是说 我应该是忧郁症 我 我当人是军医 她在军医的时候 她是跟我们母说 我应该是算忧郁症 她当时 没有那种检查 不过她说 她看起来 我应该是属于忧郁症 忧郁症 要找什么医生 不知道 她有建议 找精神科 我没有 因为台湾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我们不能找精神科 因为我找精神科 人家就动作我嘻笑 我效果数据 在台南管理 那时候也要 有一个民度 如果不利用 我看着 效果数据 老板 嘻笑 他一看精神科 嘻笑 我自己觉得 那人都想败 我自己觉得 我对我公司 有很大的尊重 我没有 这更知道 台湾现在把 中小型病 看这个忧郁症的人 他现在叫做 身心科 身体的心 心理的心 我是为了这么简单的原因 精神科 我不愿意就诊 可是身心科 我身心有问题了 我还要照顾 实际上 有一定的患者 就是身体 还有心理 这两个部分 都出问题 所存的意思的方式 是身对身体 也就是 心理功能的部分 来治疗 然后再来处理精神 也就是 心理的问题 忧郁症 其实有神经生理的部分 一般人我们都以为说 是他自己想法的问题 那想办法 用想法的方面 要去改变他 他觉得 你讲的我都懂 可是我的感觉 你们都不懂 所以他陷入一个 更孤单的状况 听越多建议 他觉得越痛苦 觉得他矮人家一解 所以我们的方式呢 必须从医学的角度 就是我们的情绪中枢 性人和的神经生理功能 已经降到最低了 这时候他的大脑皮子 思想想法部分 并没有输人家 可是他感受部分 非常的低 那这个状况呢 我们必须从 神经生理功能呢 先让他有一个 程度的上升 上升之后 会带动他的感觉 他慢慢有活力一点 慢慢有能量 他开始有一点兴趣 他对自己的看法 慢慢回复到 连吃东西 有享受感 然后呢 做事情呢 有想要做的感觉 当他有这些感觉的时候 我们再给他建议 他就有办法 照自己的 原来的能力 开始运作了 在苏春林医师的治疗之下 李明庆的背景 开始出现转变 苏医师 就清楚是 暗面望的膀胱里面的 一把面团 只因李明庆 一步一步 走出黑暗 影响共鸣 那他治疗都蛮顺的 第一个礼拜 就有一些进展 第二个礼拜 更多 大概在四周后 他好蛮多的 那一般患者 大概四周后 就好很多 然后最后 会有两个月 让他维持一个 理想的一个时间 让他产生一个疗程 大概呢 急性治疗期 大概就四周 让他从最差 有恢复到 觉得我好像病好了 我似乎不用吃药了 可是这时候要劝他说 这是第一期的治疗 第二期就是要维持很理想一段时间 让他产生一种长期争议现象 那第二期很重要 因为第一期的患者 他就不吃药 之后不好再吃 这样的状况是不好 但是林董会常合作 他就是让他维持到一个疗程 三四个月之后 开始剪药 那其实呢 他六个月后 开始剪的蛮成功 剪到后来就停药 再不到一年 他的状况呢 就非常的好 在苏春林医师的治疗之下 林明庄的病情开始出现专门 苏医师就清楚是 暗民望的奔冠里面的一把冥冰 只因林明庄一步一步 走出黑暗 影响共鸣 那他治疗都蛮顺的 第一个礼拜就有一些进展 第二个礼拜更多 大概在四周后他好蛮多的 那一般患者呢 大概四周后就好很多 然后最后会有两个月 让他维持一个理想的一个时间 让他产生一个疗程 大概呢 急性治疗期大概就四周 让他从最差有恢复到 觉得我好像病好了 我似乎不用吃药了 可是这时候要劝他说 这是第一期的治疗 第二期就是要维持很理想 一段时间 让他产生一种长期争议现象 那第二期很重要 因为第一期的患者 他就不吃药 之后不好再吃 这样的状况是不好 但是林董会常合作 他就是让他维持到一个疗程 三四个月之后 开始剪药 那其实呢 他六个月后 开始剪得蛮成功 剪到后来就停药 再不到一年 他的状况呢 就非常的好 他就会说 他会说 他会告诉人家 他是中度忧郁症 那有些患者 他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他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的时候呢 其实他内心里面 虚耗了很多的正面能量 当你接受了没有关系啊 那敢去跟大家讲的时候 其实他正面能量 反而越来越强 据他所说 他原来生病前 正面能量如果是100 他跌到0 现在恢复到100之后 还到120 就是比以前更高 所以他觉得说 生病之后的反应呢 是比以前更高 那他的做法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 他敢去跟人家鼓励 证明他是忧郁症 他走出来了 这个特质是很特别 因为这个特质 会让他变得比较好 因为我们帮助了别人 自己会更快乐 这是一个治疗的力量 所以说 后续的不用靠药 他很多做法 本身有治疗效果 李敏政的另外一位救命人 就是生理师 役春莹 叶春莹 李敏政师兄在英工厂 跟病院分享 说 真心科医师 是辅助我们身体的健康 但是 只有身体健康是不够的 如果要在乎他有症 心理健康也要过 我后边再加一个心理医生 我在大型病院的时候 他真的后边再加一个心理医生 因为我这有生命力极危险 因为我重处症就觉得 都想要死而已 所以那时候我虽然 你第三个医生已好 但是那是身体已好而已 心理相关 那个 心理的冲凶 相关 没有办法嘛 是身体的部分 那些好问的条件 或是多巴胺的条件 条件好而已 但是你身来修行 持续存在嘛 我那些事情也是存在 那要再加一个 叫做 临床心理师 心理师 所以我把这叫做公围医生 我有吃药的医生 还有公围医生 吃药的医生 把我移好身体 公围医生 把我移好我的心理 那心理医生 帮我把身来垃圾都拿掉 再让我自己去找一条路 来应对我要挑战 我也是像我 面对医药的小孩 也是要再挑战 你也看我现在身体也好 心理也健康 所以我现在 当地买的事情 以前 好事情也会变得 现在我是买的事情也会变好事情 我完全改观 就都正向看法了 那时 在生态病院 丹营 臨床心理师的药春营 就是照顾他 心理健康的救命 雲林 那我现在认识她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疫情风发的样子 那我认识她的时候 大概就是 极度的一个 情绪的低落 然后 甚至于是有很强烈的 想要自杀的一些念头 好 那 那时候事业上面 也有一些瓶颈存在 对 那我想这个过程 因为我看过她 那时候是真的整个 是情绪非常低落 对一个样子 因为那今天她请我们来 其实她是想要 希望我们能够证明说 她确实是真的是一个 忧郁症患者 而且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 她大概就是情绪上面 比较低落 然后会有一些自杀的一些念头 那当然我们就经过 透过一些 心理治疗的部分 然后帮助她 协助她改变了一些 她的一些想法的方式 你面前在第一场 顺慧银行的台南城 特别将这两位 救命恩人 請到现场 在所抱为 北友和高修的建政之下 公开向她两个人 设斗赛 你如果说的报告是这样 做事要做到重度优异症 那么 合格在我两个 以前 一个用药医师 我叫他用药医师 一个叫做梭华医师 把我带回来 才有办法今天我又站在这里 真的是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何其隆重 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淑春林医师 用药医师淑春林医师 谢谢 谢谢 然后我的心理医师 我要说话医师 就是 那个叶春林医师 叶春林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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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给他感谢 谢谢 谢谢 火箱十几年前 在这个行业 当都游户 火 共共在发起的时候 是什么力量 就是 林医师 这件事的治疗 继续与 由于我将来 承招下去 她说 她当时 唐修厚六年的后生 她所说的一句话 非常关键 两度 濱临死亡 死不去 那时候 我儿子 写了一封背后 我儿子 写了一封信给我 扭转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儿子给她写一封信 说 爸爸我知道你得忧郁症 活得很辛苦 我希望你能活下来 留下来 陪我陪她一起长大 如果我现在比我更大 就知道 因为后生的一句话 从里面前内心 共在这件事来善气 也让她中心找到 继续挖下去的理由 和拥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ream of dreams really do come true somed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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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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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